开颅手术真的可以解决脑出血及有关症状吗? 我老公,2021年4月12日凌晨,突发脑内出血,做开颅手术8个小时。 第二次手术4月13日,做清除脑内血栓3个小时,到现在已快两个月了,人还没清醒,右手右脚不能动,气管切开,鼻孔插管,胃流失,医生证断只能做轮椅,不知道用原始点条理能不能康复,自己走。 这个今年才刚发生的,也现在已经是七月初了,两个多月了,从发病,一般我说急救,西医哦,第一个,你去看一定会做检查。 那检查出来的,我已经说过了,检查出来,不管是异常,譬如说脑梗塞也好,或是组织受损,像脑出血也好。 他们就会把这个当成因,但我们很清楚,这些组织受损,像脑出血一看就是重,体内的组织受损,那就是果啊,不是因啊,怎么会是造成,比如说,他老公可能发作的时候是半生无力,或是口眼乖斜。 那这里没有血,那这里没有血,所以也当时候的情况下,没有做交代,只是说最后确定是颅内出血,那如果是有,一定是有这种症状,你才会送到医院嘛。 那问题就出现在说,这些症状,跟他的脑出血是无关的,很多人一直不理解我这一句话,那我,所以我才会费了很大的劲,在疾病里衰老,写了六页,把这里的关系说清楚,就是, 就是,你手脚偏瘫或口眼乖斜,跟你颅内出血,一样都是属果,因为都是病症啦,一个是,你偏瘫是症,口眼乖斜也是症,但, 那个组织受损是症,症的组织受损,那症不生症,症不生症,果是不会生果的。 好,那如果了解这样,西医的处理你就很清楚了,他为什么清楚把血块都挖干净了,也清除干净了, 结果他症状不但没有改善,而且还加重,现在也没有清醒,同样的又半身偏瘫,不能动,还是依旧在, 那这个就是,我说的问题,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,所以你怎么会期待,开完颅内出血, 他会恢复呢,那是不可能嘛,因为,根本是,没有因果关系,又怎么会恢复呢, 所以我看,为什么我会发现,急救真的西医出了大问题,第一个,他们的医学的理论,出了大问题, 然后又利用科学仪器来,检查出来,你看他已经颅内出血这么严重了, 所以他即便处理完症状还不能解解除,一般民众是不会怪医院的, 但我也不是要怪医院,我是认为,最重要是西医的概念根本是错误的, 也就是逻辑上有问题,检查出来的绝对不是因, 既然不是因,那你去处理另外一个果,本来我们是要解决症状, 比如偏瘫,那偏瘫很容易啊,你头部原始点按一按, 然后温敷,然后四肢再帮他按推, 然后温敷,他就慢慢可以修复了,而且一般即便有颅内出血, 我们看以前的过去的一些案例,一般做得好, 一般是一个月左右,就可以几乎都可以恢复了, 一个月而且没有任了后遗症, 所以原始点讲了那么久,但是知道的人少, 一遇到还是经过西医这样处理的, 所以这一点哦,我必须跟你厘清就是, 开完手术之后,他不但症状没有解除, 而且更加严重,那接下来怎么办, 接下来还是要用原始点啊, 你还是要按头部啊,你之前没有做的, 现在还是要做啊, 然后怎么做呢,头部按推, 温敷,刚刚我已经讲了, 头部严重一点, 整个头都要敷姜粉泥, 然后头部的原始点要按推, 包括四肢,甚至他躺在床上已经两个月了, 又不能治理, 那整个身体还要按推脊椎, 现在再处理会比以前麻烦很多, 然后按推,他慢慢如果有稍微醒来, 还要让他可以看看尽可能能够下床, 慢慢走,而不是一身就坐轮椅, 那这样他既然就会慢慢丧失啊, 那复原就更遥遥无期了,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, 继续做原始点吧, 要不然怎么办, 他开,刀也开了吧, 然后现在的情况已经这么严重了, 那也只能全力以赴了, 好,我就说到这里, 谢谢大家的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